妈祖文化节千人行脚绕境祈福活动 在县长林明珍、县议员林芳于、黄世芳、王彩云 以及陈怡君的共同参与开箱仪式下正式展开 县议员林芳于表示 日南天后宫从三年前开始举办环保绕境的活动 也是普里宗教庆典的创举 希望这样有意义的活动能够来持续 并且也希望透过绕境活动能够庇佑地方合进平安 这个活动办了这么久 一年比一年更努力 也要感谢我们相关团委的支持 希望每年都可以这么久来办理 举行到我们宣布这个领导 希望大家可以过来在这个地球 在这个环境之下 可以过来更舒适 过来更快 县议员黄世芳 也希望透过绕境祈福的活动 这是地方年度盛世 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传统习俗 希望透过这项活动能够庇佑地方平安 很高兴能来参加普里的妈祖文化节 我想这个妈祖文化节是一个传统的习俗 相信借由这次的活动能保佑我们南投县民 普里正民 家庭美满顺心 大贪心 县议员王采芸 希望透过文化节的活动能够促进地方观光 以及文化的发展 并且透过绕境祈福 也能够庇佑地方平安喜乐 我希望我们这个文化节带动了整个 我们有参与的有学生 有老人有年轻中年人都有 那能带动我们整个产业观光 希望我们这个活动也让妈祖保佑我们都平安顺遂 大家平安喜乐健康 县议员陈宇军表示 日南天后宫举办妈祖文化节 由宗教领域来关心环保及地球暖化问题 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推广及赞许 整个这个过程 我们就是不释放这个鞭炮 而且今天在出生的时候 大家都是吃到素食 所以说可以说是在我们现在全球暖化 这个时间来说 我们马祖文化节 它是为这个宗教的这个领域 来关心我们这个环保的这个问题 大家如果减少修用这个县议 我们就是我们的空气会更好 副议长潘一拳也期许透过 绕境祈福的活动 除了能够成为埔里的另一个年度盛世 吸引信众来朝圣 增加埔里观光产业的发展之外 希望透过绕境祈福 庇佑地方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记者陈伟一 普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